好我们继续就要来掌握是日前北台湾连日大雨 那么也是好雨成灾 有烟水有积水灾情 台北市的百灵桥也成了大型的泡水厂 车子泡水了 那么车主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讯息 也是讨论焦点 有车主说有啊有收到移车讯息 但是也有人喊冤说根本没有 所以呢是政府害他们车子泡水 好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回来看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景舒培在18号揭露说不止车辆泡水 就连呢人都挡在水门外 当天下午呢在通河街的题外呢 这还有大家码头以及基隆河 有10号的这个疏散门 总共12位民众被救出 前前后后花了快6小时 痛批柯文哲这不是草菅人命 什么才叫做草菅人命呢 那么此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传出了这些淹水灾情 但是柯文哲他当天人是在新竹 还有南投等等地方去浮血 那么并说勘灾是作秀 好这句话呢让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不开心了 他还特别发文哦 他就反驳柯文哲的说法 并且分享自己过去的这个新竹的经验 那么他也说勘灾呢 就是市长的责任不是吗 人民需要市长的时候 市长本来就该到 勘灾并不是作秀 而是这个是对市民的承诺跟责任 贴文一出也是引发了网路回响 那么持续我们来掌握的是 因为关水门这件事情 有引发轩然大波 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议员 王黄玉芬也透露说 原定大家合并公园有举办音乐节 因此取消 但是却有将近十名的设备厂商 没有收到水利处的通知 因此是被困在堤防外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都有先通知 但有时候被通知的人 就是不太信邪 他们认为水不会淹上来 好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持续来听听 你知道那天我们在河滨 他有办那个大型的演唱会 像这个临时的 我们水利处也有给他 事先有给他通知 可能是这样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你知道台风比较好应付 强降雨比较困难 为什么 因为台风两三天前 他慢慢进来 所以你有心理准备 我现在强降雨 跟你发讯息 他会想说 看起来很好啊没事啊 问题是强降雨就是 两个钟头就给你轻盆大雨 所以事实上这些 我们都有通知他 只是说他 被通知人也不太信邪 想说会吗 有那么 所以真的雨来的时候就 但是我们水门是一定要关的 水门不关 跟纳粒台风这样淹进台北 不可能 所以水门是一定要关的 只是说将来我们要 还是要建立一个文化就是说 我发通知给你 你要当一回事 你真的要跑 那么继续来掌握的是 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他在16号的时候搭车到南港 内湖勘灾 但是有违规回转 闯红灯等等一些违规的事项 陈时中就道歉了 他强调收到罚单之后 也会尽快缴纳 副长会对于违规这件事情 来道歉吗 会啊 当然我刚才讲过 当然是有违规就该道歉 那罚单来我们就立刻缴清 因为他们有说 那个内湖的警方 其实是有带灭露气 但是遇到您盘查 您就没有打开 没有人来盘查我 倒是没有人来盘查我 可能是对司机吧 那可能我已经下 您下去在外面看了 所以大概不会 我们还是强调 有违规就该认错 那罚金就该立刻去缴 对啊 那违停在那个公车停等 其实这个部分 对我就是他停车的地方 停的不好 那既然违规了 那就该受罚 人家说川平鞋是为了 就是说你不敢聊蕾 对不对 那我们这没有什么问题 任何地方该聊蕾的聊蕾 那如果真的是 在川平鞋很不方便 那通车卡也是没问题 那天王孝伟就通车卡 对啊 那适合为什么谭杜会 要把那个照片有收回 对我是不知情 不过我相信他们是为了 就是说因为是勘灾 而不是不要让他焦点模糊吧 我相信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继续来掌握的是 刚才是陈时中的坐车 有违规 那么现在另外一位 违规的是谁呢 新北市议员 叶元芝在18号脸书po文 他说有民众爆料 林佳龙的车也违规了 他违停在附右车阁 那么呢也是引发争议 叶元芝也翻出了 这个林佳龙在2018年担任台中市长时 有提出附右车阁的一些政策 呼吁民众呢 要相互体谅 要体恤孕妈咪 还有这个幼童爸妈的辛劳 不要随意占用 但是没有想到呢 怎么自己掌握的话 现在就忘了 公然占用附右车阁呢 这不是最坏示范吗 还说他是讲一套做一套 要大家呢 这个眼睛要擦两点 好那么持续来掌握的是这个杨指斗 他又指控这个民众呢 找他陈情 说某一间公司以2000元 量饭店的礼券作为诱因 国内员工报名践行活动 结果啊 大家到了现场才发现 要先参加梁文杰的竞选 总部成立大会 你才可以领到这个礼券呢 那我们让大会嘉宾呢 这个正式成时钟 那杨指斗下午呢 也公布了这间公司的名字 是哪一间就是吉田地产公司 陈旭来看 前天当我们就知道下着大雨 但是竟然有一家企业 他发了一个活动 说要去阳明山上面践行 那这个民众他也是想说 有践行还有礼券可以拿 有2000块 他就很开心的报名这个活动 没想到到了现场 叫他们做9点半到11点半 上午的这个活动的会场 竟然是梁伦杰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竟然是这个成立大会 他就觉得很错愕 那一天也下雨 其实他也没有心情去践行了啦 他就拿了这2000块 但是他拿了这2000块礼券 他也最多就是觉得心 心里有鬼也觉得很不安心 就想说还是要找个人来撑情 所以找上了我 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 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揭露出来 如果有影响到投票意愿 那就有会选的嫌疑 我觉得竟然梁文杰都说 如果杨之斗觉得有疑虑的话 应该要据名去指控 没问题 我明天就准备好资料 我们就是法院见 我觉得我本来想要给梁文杰 跟陈时中一个机会啦 就是如果他们肯认错 跟台北市民好好讲清楚 因为这个毕竟是企业 可能他们自己赞助的 那他可能管不到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太可恶了 你好歹也演一下 演一下说 不然我们回去了解 看是不是有企业上座主张 帮我发的 那我是全然不知道 我们来检讨 怎么会是说杨之斗污蔑他的人格 本来我是把这个截图 全部都给他码掉 但是我决定把这个截图给放出来 这个截图赞助的企业单位 就是吉田地产 吉田地产 这个公司的老板 我想陈时中 或陈时中的团队 或梁文杰 你们有没有失交 或是你们还是要否认到底 准备让你们的金主爸爸丢脸 没关系 我们就法院见吧 好对于被指控说 有企业提供礼劝 把人带到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被质疑有走路攻的这个状况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在脸书上 他有透过脸书发文 他说对于杨之斗的指控 他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如果杨之斗觉得有问题 那么请据名上检调来告发 杨之斗也留言回应了 绝对会据名告发 并且呼吁检调赶快办案 不要像NCC一样 选完了才敢办 那么至于呢 针对这样的指控 说有这个企业来发 2000元礼劝的这件事情 那么台北市议员 我认为很清楚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就以那天大家如果去就是说相关的场合 看到人数已经是非常多 不是说是因为一般在动用走路工 他没有人 所以动用走路工嘛 那事实上的人已经多到都爆棚了 到旁边都是人 然后第二个 如果是需要工作人员而称走路工 那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的义工都已经上千位 我们都超过千位以上的义工组织在 所以可能性极低了 那我想控诉的人要有证据 要不然就是等于是有一点 侵犯到了我们的人格权 这样也不好 丁面市长何友宜 一再被视为是国民党最强母鸡 而他的民调也是大幅领先对手林佳龙 是否要参选2024总统大选呢 他回应说权力以赴勇于承担 对此台北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有44.3%的国人能够接受 侯友宜选新北 但又不排除参选2024 这也代表着这个侯友宜呢 的一些政治竞技 其实现在已经被打破 那么显示他的超高元气 这也算是一种侯友宜现象 那么呢 也对民进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了 至于我们来看到桃园 桃园市长参选郑运鹏的 这个竞选的阵营 就质疑说这个张善政 他曾经担任统派政党 中华民族制工党的最高度问 要求他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而张善政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则指控这个林非凡 应该要拿出证据 反强郑运鹏2008年 曾经在对岸开公司 才要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吧 对子郑运鹏表示 稍后会做出最新回应 桃园他说不喜欢韩国瑜的人 会把票投给赞进床 首先 这是选举 是我在选市场 不是韩国瑜在选市场 再下来呢 我跟韩国瑜曾经搭配过 总统跟副总统 政治人物要有情有义 不能像我们的对手 把他的昔日伙伴丢回新竹 不闻不问 好像昔日的桃园三结议 变成梦中回忆一样 那林非凡有呼吁院长 说针对担任志工长最高顾问 必须向市民说清楚 这个事情 我们进办的发言人已经回应 林非凡要再继续讲的话 请他拿出证据 到此我要提醒 外面在传说 2008年 郑运鹏成立了一个公司 在对岸赚人民币 这件事情 是不是他也更要讲清楚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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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